中了COVID 藥款白白種 不少人會選擇吃清冠一號 但現在就傳出桃園議員候選人 競選期間發送藥物給選民 被檢舉匯選 桃園這位議員候選人競選標語 就寫著守護健康 臉書簡介點開來看 政界主軸其中一項就是醫療 看得出來很在乎民眾的身體健康 不過今年四月 他一次透過同區里長候選人 匯贈清冠一號給選民 因為價錢高昂被檢舉 十八號檢察官兵分三路搜索 通知張信候選人等五人 約談後認定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 張信候選人五十萬元交保 候選人臉書上馬上PO文澄清 表示經過幾個小時說明 這起救人變成栽贓的事件 獲得釐清 還感謝鄉親在這次的栽贓 政治迫害依然支持自己 來為我們的鄉里做服務 候選人證件發表會上布置點出自己 醫生釋迦還強調回鄉服務 已經有好多年 不過這次爆出疑似贈送新冠藥物 給同區選民有會選疑慮 無疑增添將近的選戰變數 三星維持民旗來自桃園採訪報導